警方ほど午安 strang離最近大家樂的討論的 台南市替楼恐懿江甄町 台南市政府表示 替楼恐懿是重大交通建設 一定會繼續推動 並且會為居民僧出最大的管理保障 台南市政府10月10月 在英華市政中心 今日市府咯替楼恐懿 Prose付 沟通合同座丹会办理政行记者会 那我在这里就综合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第一个就是我们先澄清五点居民的误解 卢市长占对五次对替罗第二次的五次 提出五点定情 卢市长表示 第一点是关市合并进政合定的计划 不是卢市长就年年后这么决定的时间法 第二点 政策土地是用你的公共建设 并没有财团概率的空间 第三点是用市局计算政策保障费 不是用公共现宅加乘计算 第四点是政府百分之百出租的重大交通建设 不是明天大宝有商业立的开发 第五点 政用土地时间 工法複杂 危险 对交通穷极越大 而且 贴图民体的民质越多 台南铁路的阿法是社会国家 政策超过二十年的重大公共工程 跟苗栗大宝是怕 你的本质上完全不一样 所情细的土地 完全作为工程所用 绝对没有一群的土地来做开发 苗栗大府 它是县市政府所开辟的工业区 它用的是区段征收 那铁路地下化是交通部 行政院核定交通部规划执行 台南市政府只是配合做都市计划变更而已 而且用的是一般征收 土地是做道路使用 华市政府特别向主机会 拆迁主乎 以及市民共条 市府会继续交通 以積極的态度来面对 市府将会继续进行交付派方 进行交通率明 协助改管每逢居民的问题 台南市政府将有两项主动的行动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走入家户 来做说明 也听取他们的意见 协助解决 我们每一个居民 所提出来的问题 并且也在北区跟东区 驱风所设工作站 方便他们随时可以去咨询 取得协助 那第二个呢 我们也会就 这个座谈会里面 居民所提出来的住宅照顾方案 所要求市政府在加强的部分 那我们会主动 沿逆办法 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协市政府再一次向主机会 以及提前组合共调 市府会继续主动进行交付派方 民对民交通率明 协助解决每一项主民的问题